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孙玉玲 新闻第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回应公共负担担忧 加州全保做出澄清 为了回应对于公共负担 有可能回到过去的担忧 加州全保特别做出澄清 表示川普政府之前的公共负担规则 并未影响到加州全保的参保者 透过加州全保获得补贴 并不包含在公共负担的认定之内 鉴于选举结果 加州全保理解人们担忧再次出现 但在川普政府的政策中 透过加州全保获得健康保险经济援助 不会影响个人移民身份 Covered California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如果规则有任何变化 也将向加州参保者提供最新信息 川普就特别立法会议猛烈抨击纽森 当选总统川普将矛头指向 长期对手加州州长加文纽森 指责他决定下个月召开特别立法会议 以在其一月重返白宫之前 维护加州的政策 川普今天在出搜索上写道 纽森使用川普防线一次阻止 所有可以让加州再次伟大的伟大事情 但我刚刚以压倒心的优势赢得了选举 由于纽森和其他人疯狂的政策决定 人们被迫离开加州 极端天气给美国东西海岸带来野火威胁 南加州文图拉县山火已经造成 使人受伤200多座建筑受损或被毁 双安纳焚风助长了这场快速蔓延的大火 目前已经烧毁了2万多硬木土地 与此同时 在东海岸由于持续的干旱 目前有四场灌木火丛仍在燃烧 气象专家指出 这个冬季的天气是120年来最干燥的 而大风和低湿度加剧了火灾 大众汽车因安全气囊问题召回11万4千辆汽车 大众汽车因安全气囊可能爆炸 而在美国召回11万4千478辆汽车 具体问题部位为驾驶员侧安全气囊 召回产品包括部分帕萨特汽车和甲壳虫汽车 根据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说法 由于长期铺路在潮湿和高温下 安全气囊有存在爆炸的危险 大众汽车经销商将免费更换安全气囊 受影响的车主将在12月底之前收到通知 中天中望准利报道